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生產工廠 不在美國 不在日本 也不在韓國 就在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然後他以這麼龐大的 民用的生產基地 跟軍方合作去開發出的 軍用的無人機 那可想而知它其中的戰力很大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這麼積極的 想要去壓制中國在半導體業的發展 因為現在中國半導體業如果要 無人機當然就是說體型越小 戰力功能越大 CP值越高 它使用的這些半導體的 當然希望說奈米級越高越好 它有點像手機一樣 現在想做越薄 功力越強 所以無人機其實也在走這種道路上 你不要以為說無人機越大越好 就像手機剛開始也是越大越好 可是剛才申廣熊講對 現在講究功能多元化 我要攻擊 我要偵查 然後我要精準 各方面的功能都要齊備的時候 它未來的半導體裝置會越來越 急速會越高 那中國大陸有這個條件嘛 不過有趣的是說 好吧 你說不准大陸生產什麼 三奈米 五奈米 它已經做七奈米 那有趣的是你無人機再小多少 裝個七奈米跟裝個三奈米 體積其實差不多 它不可能小到什麼程度 它大概有武器嘛 對 128奈米的對不對 而且無人機有個特殊 做軍用無人機是什麼 經常講究一去不回頭的 對 它不需要回收 不需要我們民用無人機好 一下航廢出去我們無論如何 就一定把它找到回來 對 軍用的是攻擊性的 現在軍用的攻擊性 不只是在烏克蘭戰爭 我們看到了吧 它就是在陸地上可以攻擊 那在海面上要攻擊的話 它的難度越高 現在我所知道 中國大陸已經在探尋 用無人機是不是能夠探射潛水艇 攻擊潛水艇 我老天爺 那個等級又是不一樣的 他們現在已經有在 就是無人機機隊去剿滅艦艇 有這樣子的演習跟試驗了 對 那海軍裡面 最厲害的當然還是潛水艇 當然 都要打潛水艇啊 潛水艇就是相對複雜 我們也知道說 中國大陸現在的人造衛星 要探測潛水艇的位置 只要你大概在70公尺以內 不要深度不要超過70公尺 中國大陸是有能力探測的 那美國吹牛說 他們可以到達100公尺 不過潛水艇在70公尺 就可以被攻擊到了 當然潛水艇大概也很苦了啦 為什麼 台灣海峽的平均深度 只有50公尺 對啦 有100公尺你要躲去哪啦 對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麻煩的一個事情 那現在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就像申廣兄你講對了 因為它無人機賺大錢 對啊 在全世界賣得下下轎啊 農用啊 這個什麼娛樂用啊 這個什麼森林使用啊 這個開礦使用 媒體啊 媒體 日媒體一大堆 對對對 它的CP值這麼高 它賺了這麼多錢 那它要組一群人去開發 那種更專業性的 它幾乎就是代表 代表某種程度的軍隊 3500個無人機錄 都是軍事飛機的話 我老天啊 那個我不曉得這個 輝文兄的經驗怎麼樣 那就是一個私的部隊了 就是一個私的部隊啊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給它這樣發展下去 而且它又能夠協同航空母艦作戰 協同這個驅逐艦作戰 它省多少 我們台灣現在最大問題是 戰鬥機找不到飛行員 經常在出空缺 因為飛行員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你戰機等級越高 飛行員的數值要跟著提高嘛 你總不能說那英文考那個什麼 考到20分的要做很好的飛行員 人家就會覺得有問題嘛 那中國大陸 第一個它飛行員不是問題啊 他別的不說 他這種體格能力素質夠格的人 就是比台灣多很多 那你在這種條件底下 如果說他覺得我這個人力成本很高 我有相當部分用無人機來取代的話 減少一般飛行員做一些 比較不需要人去做的工作 降低他的疲勞指數 甚至降低傷亡 降低折損 對對對 那你請問一下 你要面對這個國家 我不曉得美國在西太平原地區 有多大的勝算 美國唯一贏中國大陸現在一樣東西 中國大陸無法超越 美國在全世界維持了800多個基地 養這個基地成本多高你吧 對啦 對啦 那中國大陸大概也不需要在外面跟它競爭嘛 為什麼 歐洲跟俄羅斯打架 他還要去幫歐洲維護安全嘛 這是美國的事嘛 美國在中東有那麼多的問題 那現在如果說這個阿聯 沙烏地 阿拉伯 即使願意 大概中國也不太願意去介入吧 所以中國是採取一個不介入的政策 所以它維持在極部地 那個地方的軍事基地 基本上是一種保護航道跟商船 功能大於軍事上的功能 對 不像美國每一個地方的軍事基地 就準備去攻擊人的 準備要打架的 那個成本就非常的高 所以對於美國是把國防預算 發在這上面 我不得不說 那些國防預算 都是浪費的 那你中國維持的軍事基地 絕大多數的軍事基地 都在中國大陸本土嘛 大陸的領土以內嘛 所以它的維護成本就相對的低嘛 那你這樣一方面消耗在沒有用的軍事用途 一方面它不斷地演練 注意到軍隊如果不經常演習 不實彈射擊 不像我們台灣的實彈射擊說 用那種什麼假彈 在那邊有人笑聲衝天炮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在演練的話 那個戰鬥技能是有很大的差別 差到什麼程度呢 一個實戰訓練出來的軍隊 就是能打仗 一個沒有經過實戰的軍隊 就是不行 那美國這一點是贏很多 美國到處打仗 不是 你知道美國到處打仗 你請問一下 美國有哪一次做那種所謂的跨海攻擊沒有 好像也是沒有 第二個 美國有沒有做這種 大兵團的這種陸上的作戰 沒有 它就是一小撮人游擊戰 它的空戰 它用導彈來打人家 先轟 對對 把人家打垮了 然後再派陸軍輕輕鬆鬆去收割 對 它就這樣打 真的像敘利亞打得那麼艱苦 是誰在打 是俄羅斯在打 不是他在打 對 所以 美國人是很會盤算這個東西的 要死嗎 死豆油 不是臉豆 臉豆死整個很累 那豆油死整個沒關係 所以美國有這種優點跟弱點 那好啦 剛好碰上一個什麼 朝鮮半島 然後解放軍怎麼打美軍的 是寧可什麼 用20比1跟你打的 對 所以你美國經不起這樣的損傷 那你不要講這個 如果要比無人機的話 中國一天可以打掉5000架 它馬上工廠再出5000架 我是舉這個數字 你美國有多大的本事 沒有啊 你顯然美國的生產無人機 做軍用工廠的能量 沒有大陸的做軍用無人機 工廠的生產能量彈的牆 差多了 我們打一個比方就好了 當時太平洋戰爭是什麼打的 最有名的中途島戰爭 美國說好 我給你打幾條船 你又打幾條船 打完了你又美國船 還繼續坐來了 就像那個什麼 珍珠港事件 好多船當場被打垮了 就直接沉到海底去了 對啊 日本人很開心 這一下子太平洋 看不到美軍的軍艦了 沒有想到眼睛一晃 美國軍艦又出來了 就是工業生產能力的差別 現在美國跟中國之間最大差 尤其是艦艇 無人機 大砲 這種相對比較傳統的東西 中國到底想說 我們怎麼會被打 我工廠隨時開就有 俄羅斯現在是 還好工廠尚可以 它的軍武生產線 現在還尚可以 對 還在動作 但打一個烏克蘭 他還是很吃力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 這種軍武生產線 規模比俄羅斯大多少嗎 確實 俄羅斯說我一天可以打什麼 五千發到六千發的 這種遠程砲彈 烏克蘭就受不了了 不管說我一點點都 有本事打個五百顆 八百顆就很了不起了 中國大陸是 俄羅斯這種生產量的幾倍 你們知不知道 對 很可怕 對啊 所以它的能量是在這裡 為什麼世界工廠不是浪得虛名 問題也就在這裡 所以它的艦艇 的數目為什麼能夠這樣 快速的成長 你要一轉眼 它幾年前不才跟俄羅斯買一個 什麼現代級驅逐艦 什麼叫什麼052出來了 什麼052 ABCD出來了 055也出來了 然後本來說只有什麼 防空 頂多是反艦對不對 現在又反潛又來了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種量跟值的提升 中國大陸是因為有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世界工廠 當靠山 對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為什麼會贏 它是全世界的什麼 冰工廠 對 那為什麼它叫全世界冰工廠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廠 可是世界工廠已經不是在美國 美國自己把它移出去的 其實也不能說它把它移出去 因為美國人有更好賺的錢 高科技 金融 對 華爾街很賺錢 矽谷很賺錢 為什麼那麼辛苦 去敲那個鋼板呢 這問題就來了 叫中國做 叫中國做 對啊 所以中國的世界工廠 是美國養出來的 也不只美國 日本也是一樣的 就丟給韓國 中國去做 可是韓國的規模 畢竟是不能跟中國大陸比 所以為什麼中國崛起 就是這樣崛起 你美國要打壓中國崛起 要打壓一個世界工廠 我沒有那麼樂觀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